大家好 欢迎回到温哥华房地产资讯站 我是Mike 今天做一个突发 因为刚刚我和Amazing Brandwood的发展商Shape 刚刚开完会 其实大家都记得 我之前也介绍过Shape的发展商很多项目 包括早前CFRC在Richmond买得非常好 我都帮了很多客人买到心仪的单位 首先恭喜我们这些客户 其实再近一点 今年年初我也有客户在Amazing Brandwood Tower 3 最新落成的一栋放售单位 当时我和大家介绍过Amazing Brandwood 包括和大家介绍过Amazing Brandwood 里面的单位 当时年初卖得非常好 总共有几个单位 当时我帮客人放售 有一个就是一天之内已经卖出 第二个就是over asking 另外有几个单位就是subject free 和over asking 成绩非常好 都在这里恭喜我的客人 这些年内基本上都成交了很多Amazing Brandwood 的单位 是现楼 有客人买 有客人买 这些就不多说了 我想带出一个点就是 Amazing Brandwood Tower 5 将会推出 在短时间内 我会有更多消息 现在我真的想急不及待 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资讯 首先就是Amazing Brandwood 5 Amazing Brandwood 将会推出 大约在一个月左右 就可能会开卖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项目一直留意 尽快联络我 因为我们和发展商Shape 是一个很紧密的合作关系 所以是可以帮你拿到最好的货 当然你要先到先得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记得就是WhatsApp或者WeChat我 那顺便说下去 在下面留言 或者加到我们的Facebook Page 我们所有资讯 你第一时间收到 那说完了 就是like我们的视频 subscribe channel 閉上个小铃铛 就是什么问题留言 欢迎下来留言 那我有一些最新的消息 第一件事就是 Amazing Brandwood Tower 5 那个位置 就是在我们这个Tower 1 正对面这个parking lot 那里 总共就会有500个unit 总共就会有53层楼高 那他们会有大约是17个floor plan 去给大家去选择 那当然 有小的单位 有大的单位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想 哪一类型的单位 都可以私信我 去问我 会给更加多的资料 那这一栋大楼 它其实就会有自己的一个 自己的设施会所设施 和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们之后 在讲的是 什么的将来 Amazing Brandwood 会打造成一个更加大的community 不单是有一些大的公司 已经进驻了 包括Adidas 或者Nike之外 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更加高级的brand 原因是 LVMH的一个sponsor 都会在这个mall里面进驻 再讲多一点 就是这个shape 他们的实力是非常之雄厚 加上 今次和Amazing Brandwood 是同一个institutional 的investor 就是一个pension fund 去合作的 这个pension fund 叫做Horbs 所以在实力方面 亦都非常之雄厚 如果你们有兴趣这个project的话 大约是四个星期左右 你就会有更加多的资料 有确实的资料 人在这边的话 我亦都可以带你们去参观 如果人不在这边的话 在香港或者其他外地的话 亦都欢迎跟我联络 因为我也是帮过很多客人 remotely 做过这些deals 所以 有兴趣的话 记得跟我联络 今次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有进一步的消息 就会立即出片和大家分享 那当然 如果你真的很想留意这个项目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跟我联络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